抱着一个心性满满 所以呢 不久了不了了之 所以小声励进也许会这样子 一般人的习惯就是这样子 一开始是非常积极的 那久了以后就是 慢慢嘛就是淡漠了 所以心性就衰退了 从今天就是一定要改进 一定要改善自己的情绪多念 我从今天起 三年期间 为学王之前事不罢休 要有这样的一个诺言 或者是一个经历的信心的话 那就是这个可以学完成了 不然的话遇到一点点困难的时候 马上就退学啊 还是就是采取了懈怠 那这样倒没有什么结果的 学忠光三年 如果你就是学到的东西 学以致用 尽量尽自己力所能力去学以致用的话 肯定会三年期间 就会进步了 得到了很多的心得 这个是肯定的 学佛者 一开始把佛法不要当成神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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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道道的话 这是非常非常的一个不利的事情 佛法本身是一个灵性 完全不是一个明性的 世尊所宣说的所有的法都是一个事实的情况告诉我们的 他与中心常的告诉我们 自己也之前跟我们一样的 他是一个反复 他经过了这么长时间使用了这些的佛法的内容 他终于达到了人贴的理计的对劲 世尊告诉我们的就是 众生非以随习罪 非以守处众生苦 这个是世尊他讲的 这个是非常明显的 学佛的时候 你所学到的佛法的知识 这个逻辑哲学各方面的这些的道理 他自自然而就是纠正你 你懂了以后就是自自然而纠正你 这个是不如质疑的 那不然的话我们流于行事 尤其是现在五周二世的时代的众生的看法是什么 应该是比较喜欢日之闹闹的 对 所以你就是身体上的或者嘴巴上的一些 你以为就是这样做出来 以为是实修实践根本不是 你这样的实修 不能趋下于烦恼跟所知战的对峙 这样的话不算是一个实修实践 虽然既然说是一个劣迹的有一点点福德质量 没有错的 但是这个不是一个有效的实修 不是一个实修上上策的实修的方式 这是大家一定要知道 所以加持就是透游 文师修的商会 翻面就是心里得到了一些的心得 这个是真正的价值 这是大家一定要记住 阿底下尊者所说的 要有就是最好的情形动念 就是我学中光 中论 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利益一切众生 得到成福 有这样的一个希望 动机来就是学习的话 那就是你听课的过程当中 所累积的所有一切的上法 都是变成为你自己将来得到成福的因素 这是非常好的 这是一个属于是达成的资料 那第二中等的动机的话 希望能够解脱轮回 我为了解脱轮回 而去学中光 要有这样的动机也是中等的动机 没有错的 第三个就是 我为了下一辈子 再得到人天古报 而去学习 一定要有资商主任意 要有这样的一个动机 来去学习中光 这是才有好处的吧 对不对 动机方面就是大概就是这样子 另外一个我们就是介绍一下 比如说中光 这个说法就是释迦牟尼佛 当然是以前是跟我们一样的 他也是透过很长时间 还有就是累积了圆满三大十七节质量 而成佛的 成佛之后 他宣说了 办法四些个法门当中 主要的就是属于中转法轮 大波尔经的 所以所有一切大波尔经的内涵 它是指尖所宣说的 所有一切的内涵 都是归难为中光根本后论当中 中光根本后论是龙树著作的 那月称依于中光根本后论而解释 作作了入中论 就是这个是一个 我们传承来源大概就是这样 简单来讲的话 那龙树是释迦牟尼佛念牌 实现念牌 四百年后左右 就是来到人间 中光理据六论当中 中光根本后论是总 主要的 为主 那所以入中论就是依靠中光根本后论 而解释 做作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部论的 非常非常的殊胜 入中论 那先跟大家讲的就是入还有中论 对中论 这三个就是跟大家讲一下 那第一个入的话 就是我们概念上入就是一定要入什么 入门啊 他入了谁 入于中光根本后论 所以呢 叫做入中论 那入中光根本后论的方式有两种 透过深圣与广大二执的方面 入中光根本后论 所以这两个一定要知道 那入的意思是他一个形容词而已 他不是说我就是入这个门 不是这个意思 比如说 月称论是他做作了入中论的时候 他主要的就是依于中光根本后论 而解释释迦牟尼佛中主要法律的所有的内容 这样的原因就是他入 形容词就是入的意思 入就是依赖者 依靠者 就是这个意思 入中光根本后论 那入中论的名词上面的中论是谁 就是中光根本后论 这是一定要第一个名词我们一定要搞清楚 中观是什么 中观就是空性 与空性界两个都可以 从两个角度来可以解释的 中光 你看中就是一个中间的意思 中是非常好的 远离缠断链边 远离就是他远离了 他不足于缠链 又不足于断链 所以他就是安住在中间 所以他就是叫做一个中光 这是大家一定要知道 远离缠断链边的中光正界 那远离缠断 缠链是什么断链是什么 又出了问题 那为什么远离缠链跟断链呢 又有问题 那安住与中观 那我们就是加了一个形容词 安住 安住与中间 那安住是怎么去安住的 中观根本后论是谁作作的 他谁的解释的论点 大波尔基的解释论点 大波尔基有所前有两个 之间的所权跟间间的所权有两个 所权就是他的所讲的内容 大波尔基之间所讲的内容都是一个空性 那空性 这个是农术依靠大波尔基而详细的解释 空性 这个是著作的中观根本后论 对不对 那所以中观根本后论的中 中观的意思就是空性的意思 透有武术的真理来清楚解释空性 所以这个论点就是中论就是一个中论的中 就是一个中观就是一个空性的意思 你看先我们一定要搞清楚这个名词上的 知道吗 所谓的入中论当中的名词入中 这个中论是谁 是一个中观根本后论 它不是一个空性 了解吗 这两个就是名词上的中 就是一定要了解 再来后来 中观根本后论也是非常的深奥的 自治都是一个 聚集都是一个非常非常的一个深奥 所以我们时代一代代就是改变的时候 那众生的根气越来越就是有一点点 对吗 不是越来越利 但是烦恼就是越来越厉害了 对不对 烦恼越来越强 所以我们平时讲的 五周二世就是这个终身主 烦恼主 世间主 所以 如意产生 如意现实 强烈的现实 猛烈的现实的时代 烦恼猛烈的现实的时代 所以叫做一个烦恼主 如意现实 如意产生 那么 所以 月称菩萨做出了入中论的时候 入中论 他著作者一个众神 或者属于是菩萨 那除了佛之外的其他的菩萨 阿罗汉他们著作的所有的都是叫做一个论 不叫一个经 经跟论的差别 它是一个著作者 是佛或者是不是佛 对 就是这两个的差别 这是大家一定要知道 论谍跟经谍的差别 经谍都是佛宣说的 论谍都是一个 除了还没有成佛之前的佛菩萨 阿罗汉 高僧大德 他们宣说的法门 就是叫做一个论 这两个的差别就是这个 远离禅断编 就是远离就是什么 离开嘛 对不对 那离开什么 禅编是什么呢 禅编就是自信有 地识有 地识存在 自信成立 这个就是一个禅编 断编是什么 无自信就不存在 无地识就不存在 这个叫做一个断编 那所有一切法都是远离这恶者 所有一切法都是远离恶者 原因是什么 所有一切法都不是一个自虚成立 远离自信嘛 对不对 远离自虚成立 那一切法都是无自信 所以它就是远离禅编跟断编 实际上禅编跟断编是实际上不存在的 但是相对我们反复的认知来讲的话 还是存在的样子 对不对 比如说我举例来讲 你昨天做噩梦 对不对 做噩梦 那吓死人了 对不对 八夜就醒过来 醒过来之后 马上就说了一口气 说啊 这个是不是真的 但是你中梦的当下 还没有醒过来之前 你梦里你确认说 这个是不是真正的 这个是梦的 你可以别人出来吗 不可能的吧 当下你把它当作一个真实来看待 所以呢 它已经生出恐惧来了 那你就是半夜醒过来 或者早上醒过来之后 马上就看透了 啊这个是假的了 所以说了一口气嘛 现在我们自信有的闲现 跟自信有的这样的一个看法 就是现在还是正在做梦 知道吗 你不管是我跟你讲什么 你就提不下去了 原因是什么 你现在还是做梦的 那所以呢 梦中 这种的梦中 什么时候醒过来的 在圣天菩萨中观四百六 当中提到的 你真的是通达我的那一刻 你就是醒过来的 通达我是不是就是遥不可及的 你们不用怕了 通达无我就是不是遥不可及的 他就可以我们付出多一点 农历去认真去这样的思维 学习实修的话就能得到的 通达无我的只不需要 不需要透过入道 或者是实修大乘法 或者小阿罗汉什么 根本不需要的 未入道之前就可以通达无我的 那入中论名字上面的中论是谁 中观根本后论 中观根本后论的中论的中观是谁 就是空性就可以了 就是印度范围里面的 Madimaga Avadara Nama Madimaga就是范围的 Madimaga就是中观的意思 Avadara Avadara就是入的意思 那再来这里就是离禁离禁文 那离禁文大概是我们过去的 所有的大成就的他们著作的论叠 开头都有离禁文 他有就是有必要性吗 他的离战的对境也是不同的 那尤其是悦称著作了入中论的 开头他离战的对境是一个大悲心 不是佛 又不是菩萨 又不是阿罗汉 那就是你看看 他就是离战大悲心 这是一个悦称他自己一个特殊的 一个地方存在的 比如说有些地方离战维殊菩萨 有些地方离战了诸佛菩萨 有些地方就是离战了佛 骗子等等 但是悦称开头就离战大悲心 那离战大悲心的方式有两种 一个是总体总战大悲心 第二个是应该是北离大悲心 下每一个不同的大悲心而离战 所以这个就是北离大悲心 那我们今天所讲到的就是这个地方 讲的就是总战大悲心 对这个是离战 第一个离战 就是总战大悲心的地方 那接下来我们就是这里讲了 对他就是讲一些的原因 他这里讲说身为诸佛能往生 身为诸佛能往生的意思说 身为阿罗汉 独觉阿罗汉 诸佛 诸佛就是不是佛的意思 这是一个圆觉的意思 独觉 身为的话身为阿罗汉 再来中佛的话独觉阿罗汉 这个都是能往生 能往是谁 能往就是佛 身为阿罗汉也好 独觉阿罗汉也好 这些都是依于佛而生的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他们都是一个佛子 诸佛付出菩萨生 那身为独觉阿罗汉 他们都是依靠佛而生的话 那菩萨从哪里生的 那佛萨自己从哪里来的 他这里讲说 诸佛所有佛都是 佛都是依靠菩萨而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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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菩萨是佛的因 佛都是依靠菩萨而生的 菩萨他自己本身从哪 从何到来呢 你看 大悲心有无恶会 无恶会 菩提心是佛的因 他这里讲说 菩萨是依靠大悲心 空这界 还有菩提心 而产生啊 这个一开头就是告诉我们什么 意味着是什么 他排除了很多的不正确的道理 比如说我们举例来讲 释迦牟尼佛是从何到来 由于什么样的因素 导致产生这样的人体对理计的对境 那一般人险下不大多 很多人认为说 有史以来 自古以来 就释迦牟尼佛是一个珍贵的 我们的神 我们的教主 那所以你看 你的对他的看法完全认知就错误的 释迦牟尼佛也是曾经受过痛苦 他也是以前是成立于轮回当中 轮回深渊 痛苦的深渊的那个众生之一 跟我们一样的没有什么差别的 他经过了很长时间 修了三主要道 今天所讲的第一个就是大悲心 还有无恶慧就是空窄界 菩提心 种种这样的实修 得到了菩萨境界 经过了五道师弟 休息经过五道师弟 终于远离一切的障碍 得到了九经年盼 那这样的话 释迦牟尼佛他不是原本 本来就是他是一个佛 完全不是 原因是什么呢 这是一个合理的逻辑 身为独觉 依靠着佛而生的 那佛就依靠菩萨而生 菩萨从哪来的 菩萨的因素是什么 菩萨因素就是大悲心 无恶慧空窄界 菩萨因素 这三个就是菩萨的前提 或者菩萨的因素 你看这几句话的内容 你懂了以后 真的是你就是学会了很多了 世尊开始就讲 没有任何的世界的开创者 跟万物的长造者 所有天下的万物都是依靠自己 顺顺的因缘而产生着 六因四元 每个不同的因根不同的圆 聚合去来的所带来的热和的结果 所以他详细的告诉我们 这个道理当中我们找到了一个自己的 承办自己幸福快乐的一个渠道 非常的清楚 佛的秘义也好 佛的想法也好 永远都是想 恨不得一切众生离苦得乐 一切众生祸数大道 究竟念叛果位 佛永远都是想着这样子的事情 那身为中佛能往生 那身为是什么 独觉是什么 这是要了解的 比如说我们身为独觉 属于是小乘 大乘跟小乘当中的小乘的行者 身为独觉就是从哪里开始到哪里 叫做一个身为 独觉从哪里开始到哪里 就是独觉 这是我给你们讲一下 先我们要编略出一个独觉 一个独觉中心跟身为中心 那身为和独觉 这两个是中性是有点不同的 中性就是具有中性就不同的时候 人的看法有不一样的 兴趣有不一样的 比如说身文两个字的意思是什么 身是什么意思 身就是听到他人的教授 比较喜欢听到他人的教授 文就是让给人听 自己也是依靠他人而受教育的内容 而传给别人听 有这样的个性质的话 你种性就是有点点 就是屈下于身文种性质 那独觉种性的话 它本身是一个 自己也不太喜欢依靠别人听 那你听到的内容也是 不太喜欢跟人家分享 你自己安静静的修行 这种有点种性屈下于 就是独觉的种性 你看独觉跟圆觉有两个 一个独觉就是独立的独 中观的看法就是独觉有两种 一个是比较靠近 就是独立有独军的 就像新勇般的一些的独觉 这个叫做一个新勇般的独觉 他确定是不太喜欢跟人家分享 反正他一个独军在坟墓 还有其他的地方去自己修了 十二元起去灌修 就可以得到独觉阿罗汉的苦 拥有这样子 所以这个叫做一个新勇般的独觉 那身为从哪里到哪里 算是一个身为 身为就是一个种性者 跟阿罗汉两种 达到阿罗汉境界的时候 不算是一个身为种性者 原因是什么 身为种性就是 这个种性就把你带到了身为的道 终于得到身为阿罗汉的 这样的一个种性 叫做一个身为主性 你已经达到了身为阿罗汉国的时候 你已经决头轮回了 得到了身为阿罗汉国 那还有没有身为主性 没有了 这个是身为无道的最等级的道 就是叫做身为无学道 你达到了身为无学道的时候 原理一切的烦恼 自己已经达到了身为最高级的 那个无上之高的那个 身为阿罗汉的国位 那个时候他就是叫做一个身为阿罗汉 那所以呢 身为主性就是有这样的一个个性者 在这个上面修了 为了利益自己追求解脱 一定要有希求解脱之心 如果你心里没有希求解脱之心的话 你就是没办法走到解脱道路了 知道吗 这是合理的话 我举例来讲 你根本心里没有 根本不想去高雄的话 你到得来高雄吗 除了被人家绑架走了 对不对 除了这个之外你到不了 实际上合理来讲的话 你到不了的 原因是什么 你不想去啊 那你到的高雄也好 印度其他的各地也好 你达到这个目的实现了 必须要前提靠自己的情形动念 想要去 一模一样嘛 对不对 你想要得到解脱轮回 你一定要有希求解脱之心 一定要有啊 才可以 所以呢 走着解脱的大道上 这个合理的嘛 对不对 那所以呢 希求解脱心 那最关键是一个处理心 要有处理心 没有处理心的话 无法入道了 处理心是入道门 入门的话 那就是你到里面嘛 一模一样 所以呢 入道 入道的门是什么 处理心 那处理心就是 对于三界轮回的绰索身体受用 愿离心 愿离之心 愿离是什么 心里就没有兴趣 一点兴趣都没有 这样的事 真的是对于三界轮回的绰索身体受用 有一点产生业力性的话 这个叫做一个处理心 对 这是很愧难的 那你等一下出门 街上看到了 四川相会出发各种各样的美丽的 对不对 马上就处理心出现了吧 对不对 等一下那个太平洋说过 表格公司 一进去就处理心就完蛋了 定义上的真正的处理心的话 对于三界的处手 身体受用 一点不谈主 一点兴趣都没有 你达到了这样的境界的话 开始你就有了处理处理心 远离处理的心 就是叫做一个希求解脱之心 众生终于走上了三条路 三条路是什么 身为无道 独觉道 大乘道 身为的话有无道 独觉有无道 大乘的话无道实地 虽然一直身为独觉的无道 依靠身为独觉的无道 可以远离轮回 自己断除一切的烦恼 可以的 但是 只是你走上了身为独觉的道 到身为阿罗汉之间的这样的一个道上面 没办法断除所知战 只有唯一的断除是烦恼战 除了这个之外 不能断除所知战 你不能断除所知战的时候 问题是什么 所知战就是得到成佛的主要的障碍 你成佛必须要 先一定要断除成佛的障碍 那身为无道是什么呢 身为的自量道 身为的加洗道 身为见道 身为修道 身为无学道 你虽然是入身为道 还是就是身为自量道者 加洗道者的话 就可以称它为身为凡夫 身为修行者 但不是身为圣者 到了身为见道以上 独觉见道以上的话 这个叫做一个独觉圣者 身为圣者 那得到了身为无学道的时候 就可以算是脱离轮回 修行者自己脱离轮回 得到了阿罗汉国 可以说是阿罗汉国 先我们初步的了解一下 身为是什么 从哪里到哪里 就是身为 这样的我们念起来就比较顺 对不对 所以身为总性者的话 他这个由于总性 他就是带到了身为的道 具有他的独觉主性者 他就是带到了一个独觉的道 那大乘主性是肯定会就是 带到了就是大乘的道 走上大乘的道 什么时候开始算是具有大乘中性者 什么时候有了大悲心 才可以算是一个大乘中性者 如果有真正的达到了一个大悲心的境界的时候 才可以算是一个大乘中性俗行的人 问题出来了 有些人说 那一切众生不是具有佛中性吗 一切众生可以说是具有佛中性者 但不能说一切众生具有大乘中性者 这两个不一样的 刚才前面讲的 大乘的中性者从哪里开始算 具有大悲心从哪里开始算 如果你没有大悲心的话 当然是不算是一个大乘中性者 菩提心不用说了 菩提心就是一个修行者的话 菩提心跟大悲心是英国的关系 一定要先达到了大悲心才可以得到菩提心 对 所以先有大悲心才可以有菩提心 菩提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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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任养代替购买给浪浪一个温暖的家 菩提心 菩提心 接下来请收看